尊敬的主席先生 赵侯林秘书长 琼琼副秘书长 萨努主任 朗瑟主任 李在社主任 尊敬的各位部长阁下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尚务好 很高兴来到美丽的 布宜诺斯艾丽丝 参加本次大会 首先 我仅代表中国代表团 对国际电联和东道主阿根廷政府 出色的组织工作 和热情周到的安排 表示衷心的感谢 信息通信技术 已成为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在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 议程启动阶段 围绕信息通信技术 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一主题 共商如何推动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是恰逢其实 意义深远 中国政府长期关注 并致力于推动信息通信技术 发展和普及应用 截至2017年8月 光纤用户数超过2.7亿 在宽带用户中占比达到80% 4G基站超过300万个 用户近9.3亿 加快通信息东西 加快实施电信服务 普遍服务 实现87% 行政村光纤通达 同时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2016年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22.6萬億 人民币,占GDP比重超过30%。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ICT技术和产业革命不断演进。 ICT已成为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借本次大会机会,我们对推动ICT普及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持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向光纤网络和4G、5G移动网络迁移升级。 二是积极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分享实践经验,以ICT创新应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升民众福祉。 三是希望国际电联,特别是电信发展部门,继续加强在ICT应用和创新、统计指标等方面的工作。 协调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格局。 我们呼吁各成员国加大对国际电联的支持。 今年,中国将认单的国际电联会费从14个单位提高到20个单位,增加了6个单位。 我们愿与各成员国携手一道,继续支持国际电联,不断推进全球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创新发展。 为全球信息社会建设和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